44. 經濟一周 官徒論股 2015年7月18日速食港股區 P.094.095 官徒論股蔡右輝 高輝 徐滿光蔡右輝 高輝 獨立股評人由沙士到歐債危機 見證股市不同盛須週期 結合技術及基本分析 由走於投資及投機之間 著重交易計劃 資金分配 銀如現見底記號銀河娛樂00027 經過漫長的下跌後 股價終於找到一個不錯的支持 14天RSI出現不錯的底背持見底信號 及後股價出現明顯的反彈 相信未來將會出現一段不錯的反彈潮 可趁回吐士買入 見銀橫行整股建設銀行00939 股價在7月急跌後 回到今年初的橫行區 橫行區上方阻力變成了目前的支持 是十分理好的見底信號 而且低位成交放大 顯示有不少資金在低位買入 未來或者要橫行一輪 是中線的買入好機會 中而橫行區現支持中國移動00941 股價由2014年3月開始見底回升 整個升浪去到今年5月才完結 在此升浪的中途站 增在88至98元的區域橫行了一段時間 早前的急跌就到此區域的底部出現了不錯的支持 預料中線低位以見 未來都會繼續維持早前的升勢 騰訊上市170元騰訊控股00700 股價在2014年的高位阻力約處於130至135元之間 今年升穿後最高升至170元 如今日的急跌也正好回到去年的阻力區內 再次出現強勁支持 相信今年低位以見 未來再次向上挑戰170元大關 徐滿光一中證券高級分析員從事於證券研究工作多年 專注技術走勢分析 現為多份報刊 社作及電台等提供專業意見 官徒論股安達強勢看好安達體育02020 至今年中見高位20元回落 已調整至今年初的橫行區16元支持位 近日出現見底後 順值回升至18元之上企運 將有機會再上市20元 威城橫行整固威城集團03393 經歷了4月大升近一倍後 在方高位橫行整固期間 14天RSI更出頂背池 頂位出現十字聲轉向 並滴穿升幅的0.618元 在短期見底 相信會在十天線之上企運橫行整固 上海石化反彈遇上海石油化工00338年初 由2.5元急升至5元一倍後 見頂回調升幅一半至3.8元 持續橫行後 在急跌至2.5元之下的年初起步位 近日反彈至十天線之上橫行 相信為4元出現反彈阻力 中傳動升穿阻力中國高速傳動00658 至去年營利呈現復甦後 股價便持續反覆向上 但出現十四天RSI頂背池 加上大市急跌拖累下 股價急跌至年初低位4.7元 近日可以反彈升穿6.5元的下降軌阻力 相信短期與其穩其上 將有機會上市8.39元高位 作者聲明 本人為證監會持排人士 並未持有民宗評論的股份